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糖水滚糖鱼 没有新钱进入 就是这样 突然上升到好像很好 去到16,900 然后无以为计 下跌了 昨天去到16,973 现在又下跌了16,417 最低16,387 差不多这几天的低位 整个星期就最低位了 我们看看图 这个就是恒指图 你想想 今天是星期五 四 三 二 一 原本就做好一点 作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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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下 今天就下跌了 外围 美股还升 美股快到了40,000 还有39,781 升了269 点 我看它都要上一上四万才下跌 差二百多点 它怎么都要做下去了 不会不做这个数 但是 看回 纳斯特和 S&P 都没有力 纳斯特和 S&P 昨晚 全日计来说 它是高海低收的 一直下跌 两个指数都不跟着了 是纳斯特和 S&P 硬来的 说一说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 美国有个方案 就是说加沙地区停火 就是以巴停火 有个协议在这里 会促成它 这方面就变成好消息 另外一样也有些消息 英国有机会在六月份会降息 议息里面的委员 就开始 态度都变圆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英镑是大跌的 英镑就跌了去到9.88 所以 绑是未得住的 绑没那么快 上回10元楼上 上到10元楼上有压力 后面又说着减息 美国减息 英国又减息 所以拉拉扯扯 英国经济未好 它都会回到一点点 但多就没有了 我想9.8元是一个中位数 有机会跌低过9.8元 有机会慢慢上回 所以想用榜的朋友 注意 看着位置 人民币都大跌的 对港元是1.0784 A股都跌了上正跌了38点 1.25% 整体来说 相信内地都是面对降息降准的问题 要刺激经济 要刺激经济 而且也看到有些外资的钱走钱 都是影响着它的汇价 短期都很难升 日本纸又是跌的 516元 1万日圆就516元换到 所以用日本纸的朋友 就值得玩 现在这些位置 对美元151.56 就很低了 它都在说 要退出这个货币宽松政策 但是很难的 所以市场反映出来 就不买它台气 日本纸是继续跌 日本股票更加不要碰 日本股票很贵 很高的 这么高的位置 日本股票就随时下来都会深 澳洲纸是5.11元 用澳洲纸的朋友 借近5.11元 都可以累积 欧罗就是慢慢买 欧罗就是8.477元 对港元 都是跌少少 北水今天流入了70亿 昨天流入了69亿 主要就是流入了维稳的股票 譬如中国银行 流入了5.6億 另外 腾讯流入了16亿 腾讯会有一个回购 那是1000亿的回购 所以都会有些钱流入 至于港股 我们看看指数 指数呢 恒指 看回 stochastic 到位 又跌至低位 那继续 MACD 扭住 没有方向 至于RSI 都是 强弱指数 都是在50 那里培回 没有方向 而 看回 小时图 呢 就 下来 下来 下来之后 就有没有机会 咬回呢 现在还未见到的 而 小时图 看到MACD 就沉了下去 所以 暂时 两个方向都有机会 一个机会 如果164失手 我说的 不是日中 即是说 临近收市前 都是失手 它下个位 就会再下跌 可能下个位 是去到16162 那里 甚至乎160 都见 万六点一个大位 那 万六个大位 我相信 很难跌穿 暂时 所以呢 50206 你昨天走了 是你 或者是你昨天 开洪正 开61044 是对的 我昨天也是这样说的 那 至于你说 如果市场再跌 你是不是去下50206 那都可以 但是它很近的 那你到时 看看是否用这个价 那我再 支持给大家 那 可能你要找个 收回价要找低一点 是很少的 到时找个156 15600 那 但是就 现在暂时 还言之上早 万六是一个大位 那 那 50206 就是 15928收回 那 距离万六点 就差了几十点 那 那 至于61044 就是 17868收回 那 它现在有1400 今天都上升四十多百分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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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又如何呢 后市就是说 曼洛的支持 如果它可以回復上去 因为糖水滚糖鱼 它回復上去的话 164 站着呢 它就会上 168 168 如果是突破 就是17000 就是这几个位置 留意着 日中可以短线买卖 用这两个牛红证来做 安全一点 看着小时图 5分钟图来做 日中短线一点 就不是用日线图 小时图 现在还未跌 所以不急 5分钟图 1万6千4 这里站了几个5分钟 是不是可以站好一点呢 我们再看 至于股票来说 有什么好的股票 值得你去hold住的呢 看看 昨天那条片讲过 小米15元很大阻力 科技股里面 小米不适宜在昨天那些位置买 等一等到14元 今天最低14.54 至于700 都说了292有很大阻力 结果就下来 今天都跳回 跳回下来 284.6 跳回下来 284.6 我们等 等它 去回 这几天的低位 最低曾经下过去279.6 即280元边 去到280元边 才考虑 少住 这些都是玩上落的 至于 金山远检 今天升了 升了0.2% 金山远检 我说是22.5有大支持 看回好的 因为它的业绩都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可以值得你拿着的 今天最低曾经扯过去24.25 如果看到这些低位 你可以考虑一下 至于 本地地产股 其实本地地产股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中最好就是信志 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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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现金流很强 它是正现金的 没有负债的 就是 它去年的年尾 到年尾的上半年的业绩 虽然盈利是升了6.3% 营业额跌了23% 物业方面 佔了9成 在物业销售收益那里 在物业销售那里的收入是升了八成的 八成几的 日利跌了24% 收租就升了2.7% 出租率呢 都去到91% 息率有7厘 所以这东西很健康 而且都很安全 所以呢 大家可以 重点 中线关注 即是本地地产股里面 有几只都好的 16 新地 太古地产 1972 和83 信志 但三只里面最好的就是信志 而 这个新地 它的那个 收租物业那里 都占到比重都很大 佔了六成以上 所以 它收租方面 都有增长 增长了四成多 它的 淨负债比率呢 21% 不算高 息率有五厘多 都值得你去关注 至于 太古地产呢 新地现在什么价呢 新地又跌了些 所以 几只跌下来 就暂时不买 等它跌定 跌定 跌定的话 会去哪些位置呢 大概可能在 73元 会不会站定 到时再决定 那 1972 就是一个上行的 太细来的 扯上来 我短期通道 是 16元到16.1号半 你可以去考虑 那 那 太古地产呢 它虽然去年 二三年的日利 跌了60%多 那 那 如果撇除了 它的物业 投资物业的估值 那 其实它的 经常性 日利 是升了0.7%的 不是经常性 日利 但是呢 计算了一些消息 它就 日利是 37% 增长了 那个 负债比率是 12% 不高的 息率有6.5厘 那 都OK的 那另外 就想说一下 那些油股 能源股 能源股里面 其实就 中习安瑞科 就液态 它做的那些 LNG的液态的车 大的卡车 增长了27倍 那 关于一些液态的轻贯 的 储存 和运输 这方面 就正式开动 在安徽也开动了 息率有3厘多 日利就 跌了少少 跌了16% 因为它做了很多投资 那 那 三桶油里面 就 386是很好的 因为呢 它的油价 现在在这些位置 培回呢 其实对它有利的 那 那 那 轻能源它是一个很大的 项目 它们在发展中 那 这里带来的 未来的估计收益会很大 那 这些都是好的股票 那 3899 386 这些 399 就一直涨 那 一路涨的话 今天最低 7.1 那 如果看到今天的低位的话 你可以少住 少住 慢慢累积性 吸纳 因为升了上来的股票 你不能大手买的 无论你换买也好 转少少也好 你就慢慢去吸纳 那 386 今天跌了下来呢 那我们就看它会不会再沉低少少 沉低少少 就会去到 4.3 4.3 那 今天4.41 最低 那些内地地产股 都没有什么特别 都是手 那 我昨天说过 说理想不行 今天跌了10% 理想压力很重 钓压很重 结果是我说得对的 那 所以是不应该 不应该做的 而比亚迪又怎样呢 比亚迪呢 现在213.2 那 那我们等它去到209.5 那里 今天最低是213 209.5 到时才看情况才能去考虑买入 那这个不急 那 那另外呢 昨天提过的133 平安好医生今天升 升1.5% 平安好医生呢 都挺低的 那所以 这些位置 都有一些直播率的 那 昨天如果听了片又买了 那就继续住 那 或者没有买想买的 这些位置都OK 但是你要记住是中线 至于特报呢 除了平安好医生之外 京东健康今天跌的 跌了10% 那可能是股东减辞 没办法了 那变了呢 这些位置都是不理着 等它再跌定了 虽然它的业绩很好 消费股里面的特报呢 就跌了2.4% 特报都是 转向上的 都是一个中线利好的股份 那 那 如果要买它 等到它去回4个路7 先 去到4个路7 才决定 那 整体来说 就是这样 那 那阿里巴巴这些 没什么特别 阿里巴巴呢 就是 亦都说减持billybilly 所以 亦都有很多股份受牵连影响 就 譬如小鹏也是 受到减持影响 所以 但是小鹏就不行的 虽然小鹏有北水流入 流入了4亿多 5亿多 但是呢 都是这样说 有股东减持就很麻烦 billybilly都是 阿里巴巴呢 亦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这些都是暂时不搞住 不理住 那 是科技股里面呢 是那只金山软件好一点的 那 联想在那里集结 那 联想如果可以 回回少少少 下来 联想也是强的 如果回回少少 下来 去得回 9.4 到 即是说 補回这个列口 那你可以考虑的 那 如果它突破到 突破到高位 突破到高位 10元升穿的话 那 那当然这个可以追 那 但是这个是后话 那 暂时的市场 是未必很难的 那 那说一说又跌了 跌了482点 那 所以你有红又好 走了个牛 我开心 那 慢慢做 好 用心 今天呢 是投资班的第一堂 在晚上7点多钟开始的 那 有兴趣的朋友 就最后召集了 就时间紧逼了 那 如果不是呢 就上下一次了 那 还有呢 就下个月呢 就是 同步进行 就有个 是牛熊精和旗权的 那 你想想短一点 只是上牛熊精旗权呢 就是下个月 的 星期五开始的 那 那你也可以有兴趣 可以问我 那我可以再给你详细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是 介绍多点给朋友圈 叫他们订阅 这个频道有来 是你们支持的 那 那 订阅是免费的 那 那 还有呢 就记得按like 按一次好了 那多谢大家 大家加油 备心机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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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